Hello 大家好 我是David Chen 我是斯坦福IT的数据分析师课程的设计者和主讲老师 那么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数据分析师系列谈 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商业智能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business intelligence 在介绍我们今天的课程之前 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 如果你想成为数据分析师 或者是BI developer 甚至是data engineer 数据工程师 那你要经历过的一段学习和求职的一个过程 那么通常肯定是要学习一些技术方面的课程 在这一块大家主要是focus在这种所谓的硬技能 当然在所有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强调 你一定要积累 不断地积累你的业务方面的知识 那么当然我们斯坦福IT 有一个非常好的实战项目 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企业级的 从端到端的这么样的一个项目 帮助大家完全了解在一个真实的公司当中 你是如何开展一个项目 那么也就是说从最开始的业务需求 一直到你的数据的准备 数据的处理 以及到数据的输出 数据的分析等等 我们当然也在这个project当中会采用这种agile的管理方式 让大家在与主之间的以及其他的stakeholder 或者product owner之间的进行沟通 包括这个presentation等等 那么当然这些东西我们说课程 包括项目准备好了以后 那我们就要进行面试的准备了 我们先要写好简历和cover letter 那么同时我们要充分的准备面试当中 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问题 那最后我想我们同学都是能够拿到理想的一些offer 我们主要介绍这种database和这个1C口 那么我们也来学一学微软的这个BI 包括SS、RS、AS 那么我们也了解一下大数据和Hadoop 那么当然我们也这个会学习 目前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也会谈到这种BI 对于这个top的这个工具 一个就是tableau 一个就是power BI 那么我们也会教大家一些SaaS方面的一些coding 那么帮助大家在不同的团队 在使用不同的数据环境的时候 你都能够应用这个自如 然后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 这是我们要完成的一个企业级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的项目是采用Ager 所以我们会有两个Spring 也就是六周的时间来完成 从端到端的怎么样的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过程 那么当然在求职过程当中 我和杨老师 我们也会帮助大家对于这个面试 这个准备 以及这个简历的这个制定 或者简历的书写等等 求职或者学习的过程当中 得到最大的一个支持和帮助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来讲今天的这个话题 我们就来谈一谈 在数据分析领域 大家经常听到的 Business Intelligence 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BI 作为数据分析师 我们很大的程度上 是工作在类似这种BI的一个团队 那实际上我们是介于IT和业务之间 我们既要熟悉业务 同时我们要做很多方面的IT方面的工作 所以这是我们数据分析师 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BI 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 BI的Technology一些技术 另外BI的架构 以及我们通常在工作当中 现在使用的这个BI tool BI的一些工具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BI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BI 它实际上是一套理论方法架构和技术 那我们通过这些 来把原始的数据转换成 对业务目的或者业务需求 更有意义和有用的信息 所以这就是BI的定义 那么我为什么又把这个微软 对BI的定义拿出来 实际上就是说微软在这个当今 它提供了很多跟BI相关的这个产品 和一些方法 那么BI的Technology BI之所以在我们数据分析当中 这个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大家就可以看到 从刚才的定义 一直到它的这个实践的这个应用 它可以提供历史的 当前的和未来的 或者说预测的 对于这个业务运营的这么样的一个Technology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BI Technology 它常用的这些功能 主要就包括我们最熟悉的 就是报表 另外就有一个在线的分析 比方说我们课程当中也提到 用微软的这个SSR 这个SSAS 就是可以做多维的这种Cube 可以包括多维的这个 我们说Dimension 还有不同的这个Matter 然后呢 做一个预处理的一个Cube 来供你的用户来使用 另外它当然包括分析了 也包括数据挖掘 过程挖掘 另外就是比较复杂事件的这个处理 另外也就是我们说这个绩效 这个商业绩效的一个管理 Performance 你像我们团队 我们做这个像Custry Experience的时候 我们都要给Call Center的这个Agent 有一个Score Card 其实很多公司 很多团队都有这个Score Card 它实际上是根据你的绩效指标的 完成度 来给你进行打分 那么当然这个打分 对于你对于你的这个年终的表现 甚至你年终的这个奖金 以及你在下一年 是否这个升值或者是加薪 都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另外就是说这个Benchmarking 还有这个Tax Mining 以及预测的一些分析 所以这是BI 一提起BI 我们常用的这些功能 那么也它完全广泛的应用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团队 这是BI的一个这个架构 那么这张图呢 大家可能似曾相识 对吧 我们在介绍这个数据架构时的时候 就是企业级的数据架构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和BI这个架构是一致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都是从最原始的数据的产生 然后到数据流经的不同阶段 比方说我们说有staging阶段 有integration阶段 那么当然有的时候 integration也是我们的这个Data Warehouse阶段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Data Mart 那么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 过去大部分的公司的数据 到了Data Warehouse或Data Mart以后 那么才为我们的这个下游 或者是BI的应用 提供了这个基础 所以我们通过前端的BI的一些工具 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微软的SS RS AS 或者是这个Power BI Tabular 包括Domo 包括IBM的Condino 甚至是Excel 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 报表也好 分析也好 Cube也好 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这个图 我刚才提到 跟我们的整个企业级的数据架构 数据的流程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这块 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 传统的数据的存储 大家可以看到 像Devra House和Data Mart 当然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介绍数据库那一块的时候 在数据架构那一块的时候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 有很多团队 还有大数据 就是Date Lake 包括Hadoop这些东西 那么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团队 在使用云 无论是微软的 Azure 还是Google的 GCP 还是亚马逊的 AWS 那么我们都可以 实际上是这种数据架构里面的 就是存储数据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应用这个数据 在不同的阶段和层面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次讲到这块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还是那句话 市场上目前流行或者使用的非常非常多的BI的工具 那么这个当然是根据你团队 根据你公司整个的架构 包括你的CTO的决策 对不对 包括你团队的历史的形成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在这块主要给大家罗列了一些 目前用的比较广泛的 用的比较多的 这些比较受欢迎的这些BI的Tool 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些BI Tool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右侧 就是这些BI Tool到底是干什么的 对不对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BI Tool就整个贯穿我们数据分析的 整个的生命周期 就是这个Data Analysis Life Cycle 你看这个BI工具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软件 这种软件用来收集 组织可视化 分析数据 这样的话来不断的 来加强我们的业务 这个业务的运营 然后可以给出我们一些Trend也好 一些Pattern也好 然后最终还是提供给 我们的决策者 比方说我们的Director也好 VP也好 CEO也好 对不对 那么他们根据这些数据 可以对未来 无论是公司的产品 还是服务 还是你的未来的策略 就Strategy 它都有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持 所以这是BI的Tool 那么这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左侧 给大家罗列的一些 我们当前经常在团队当中使用的这些BI 那么我们很多朋友都熟悉 就是微软 那么微软的MSBI 其中MSBI我们下一节课会 下一谈会专门来谈的微软的BI 那么它包括IS做ETL的 Date Pipeline 对不对 那么还有RS做Reporting的 还有AS做Q的 对不对 那么当然 那么我们现在又流行 就更为友好的 更为灵活的 这种BI的一些Tool 比方说Tableau 比方说Hupper BI 比方说Domo 很多很多非常类似的这些BI的工具 那么当然传统的一些大的这些厂家 对于这些Wonder 比方说刚才我们介绍的是Microsoft 它有自己的MSBI 那么Oracle它自己也有 这个IBM它有Cangano 另外这个MicroStrategy 它也有这个叫MicroStrategy这个产品 这个BI2 另外就是这个KulikView等等 那么当然SAP也有 SaaS也有 那么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了 现在很多团队都在用云 所以你叫这个Cloud Software 这个Group 还有这个Looker 现在我们的团队 我自己工作的团队 现在我们就有一部分数据 我们说Migregator 就是迁移到GCP 叫Google Cloud Platform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 用这个GCP里头 当然有Big Query 有什么Date Store 有这个Cloud SQL 等等这些存储数据的地方 那么当然如果我们做分析 做可视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到Google 这里头的这个Looker 所以等等等等 那么还是那句话 这一页仅仅是给大家介绍了 常用的这样的一些工具 而且真的是每个团队 我刚才罗列了一些原因 比如你这个团队过去架构 或者是你这个Manager 他就已经用这样的产品了 那么你加入这个团队以后 可能还是用这样的一个产品 就像我们做ETL 那有些团队用这个微软的SSIS 有些团队是用Informatica 那有些团队可能还用一些这个 比方说Best File 写一些这个Script等等 用SQL Load或者是SQL Plus 我在讲ETL的时候 也给大家举个这样的这个例子 等等等等 包括现在 如果用云端DevLeg的话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Airflow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主要是给大家 这样的一些概念 那么当然 如果你选择了数据分析师 或者是BI Developer 甚至做数据的Engineer 这个工程师 那么你并不是需要 所有的这些工具 你全部都要掌握 但是肯定的 就主流的 或者是这个非常在市场上 受欢迎的 有需求的 那么一定要学 所以这也就是正式 我一开始 为大家介绍 这个我们各种体系当中 都涉猎哪些的这个工具 当然当前绝对不是说 你学了几个工具 就能够顺利的找个工作 我一直在强调 就是你一定作为数据分析师 你要深刻的理解数据流程 就是这个Data Flow 和Business Flow 就是业务流程 以及这个过程流程 就Process Flow 等等等等 所以你一旦拥有 一个完整的体系 完整的一个概念 你对这个数据 有一个完整的架构 或者是有一个完整的 我们说overview的picture的话 那你在这个求职 和面试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够脱颖而出 才能够顺利的找工作 那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了聊 这个BI 也就是这个业务智能 那么我们感谢大家 我们这个下一谈 好 我们再见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